我 而且 所以 太厲害了你給自己拍拍手一下 小朋友都學會了 其實說到這個怕爸爸 屋頂不怕屋老爸 因為屋老爸是屋頂最好的朋友 倒是屋頂比較害怕屋媽媽 但是不是我媽媽喔 是屋媽媽的台語叫做 屋頂怕黑啦 還好屋頂到魔法學家去學習魔法之後呢 就再不怕黑了 因為屋頂老師教過屋頂一個魔法 就是把這天空 變成一張黑色的圖畫紙 然後在上面畫上美麗的圖案 這樣吧 屋頂現在就來邀請大家 就來教大家這個不怕黑的魔法好不好 好 好 不怕屋頂這個魔法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天空都變成黑色 待會屋頂來念咒語 我唸一句 大家就跟我唸一句喔 來準備啦 咒語是 一顆大西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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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間切一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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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從一數到五 從一數到五 天空會變暗 天空會變暗 一起來 一 二 三 四 五 一起來看這個黑光 幻想起 一 來手 反正 五 一 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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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